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通过区块链让你的私有资产神圣不被侵犯的数字货币 因为你只要带着你的私钥 你就可以全世界到处走 你的资产不会被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所剥夺 同时它又是数量有限的 它可以抵御通货膨胀 然后我们做了一家公司叫ebit 就是我们的愿意是每个人都持有一个比特币 那时候比特币的价格是500块人民币左右 我们做了两本杂志免费送给一些爱好者 其中有一本杂志里面都有比特币 其中最多的一本杂志里面还有一个比特币 然后我们在上面有一个标签叫持有四年有惊喜 因为那时候是14年差不多时间了 然后果然你看币价在1718年达到十几万一个 这个时候 那么这是我们为了不到比特币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同时公司里还有一个资讯平台 还有交易所 还有挖莱特币的盈余矿机 我们当年把区块链所有头部的三个赛道全部做了 我还组建了一个中国最老的区块链的社区 所有中国的区块链的很老的行业从业者的朋友 都在这个群里面 包括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火币的老板 OK矿的老板 或者阿网龙矿地的老板 就是说整个区块链 所有的跟我同时进入这行业的人都在这里面 那个是我们后来在去年 因为中国一个微信群是500个人 那么在去年我发行了一个数字货币 基于以太坊ERC20智能合约的币免费送给他们 也是免费送的 每个人一个 总共500个 我们是把这个当作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会员卡 你持有这个币你就在这里待着 如果你没有这个币你就离开我们的社区 后来这个数字货币被外面炒作到几百万一枚 人民币一枚 真实的成交是在100万人民币左右 那么为什么有人成交呢 因为我们那里的朋友 有个朋友他父亲生癌了 他为了去弄币钱去给他父亲治病 所以他把币给卖掉了 他卖掉以后就离开我们的社区 持有币的人进来 同时有很多项目方对这个S币进行空投 空投的总金额大概在每个人在十几万人民币左右 那么五百枚币价值大概在 去年一年光空投的币就达到了五千万人民币 给社区所有人的分 所以这个社区是中国区块链历史上最古老的社区 它有很多头部的资源 上海飞过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还是有什么 我们是在两年前创办了一个矿池叫HPOL 专门服务于POC容量共识的矿池 这次我来韩国就是为了POC共识来布道 所以请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好 在区块链的世界里我们信任代码 我们信任共识机制 比特币的伟大在于中国程度的消失 那么整个区块链环有这十年时间 共识机制实际上只有三个 第一个是比特币的POW共识 第二个是POS-DPOS共识 第三个这最近出来的共识叫POC容量共识 POW共识是用芯片实时的计算哈希 然后获得那个结果的矿工 就获得打包权 获得它代币的奖励 它消耗了大量的电力 那么POC跟POC也是POW的一种 但是它采用硬盘的容量来做共识 也就是说它的挖矿模型跟比特币不一样 它是预先在挖矿之前 先用CPU或GPU算出哈希 存在硬盘里面 然后挖矿的时候在这里面寻找哈希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在硬盘里存了一大堆的彩票 然后大家都去咬讲 谁找到正确的彩票号码谁就出快了 POW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钟宏充当年提出人人一票 它是用CPU来获得挖矿 但是它没有想到CPU这种计算的挖矿会变成ASC矿机 那么矿机出现以后 就让整个生态成为一个垄断集团掌握的事 第一个 比如说中国著名的矿机公司比特大陆 它拥有70%的矿机份额 然后这些机器的成本在3000块左右的人民币 它会在前年牛市会卖到3万块一台 但是这些机器在一年不到的时间跌到700块一台 跌幅比比特币更大 因为随着挖矿难度的上涨 它们的算力连电费都挖不回来 只能成为一堆废铁 当然最近比特币上涨了 它们又开机了 第二个问题 它需要消耗巨大的电力支出去挖矿 比如说在韩国是没有一个矿场的 因为电费太贵了 你是亏本的挖比特币 所有挖比特币的人都是在中国 因为中国有便宜的电 但是这些便宜的电都是非法产业 基本都是因为中国的电费也没这么便宜 它们都是去水电站去找便宜的电 就是说矿场也是一个集中化的问题 因为你要挖矿需要投入上千万 很多矿局去托管 作为一个普通的百姓 你投入几万块钱是没办法去做这个事情的 同时因为矿场的电都是灰色的电 它具有巨大的风险 这是第二个问题 比特币的挖矿 第一 电力资源消耗过多 中国政府在上个月 把比特币挖矿列为淘汰产业 就是因为过度的消耗资源 第二个问题 它噪音因为需要散热 它有极大的噪音 排分的噪音 还有极大的热量 所以这些一切都不符合中国政府的梦想 那么BHD它采用硬盘来挖矿 硬盘是没有噪音 没有热量的一个通用的组件 同时 一个硬盘在同样的投资的情况下 它的电力消耗是 ASC矿机的三百分之一 那么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现在BHD的传网的容量在1000P左右 每一P就是1000T硬盘的容量 这是BHD上线八个月时间达到的成果 大概硬盘的总价值应该在三亿人民币左右 莱特币走了九年的路 今天莱特币的算力也只有三个亿左右 莱特币今天的市值人民币500亿左右 BHD今天的市值才九个亿人民币左右 所以说它是一个远远比低估的数字货币的币种 那么为什么会算力增加这么快 那是因为 每个人只要买到硬盘 他就可以投入挖矿 今天在我们的生态里 有很多欧美人士 他们在车库里挖矿 他们完全不需要去顾及电的问题 不需要顾及噪音和散烈的问题 所以它的路门门槛非常的低 你只要买到硬盘 你就能投入挖矿 那么同时你买购买硬盘 你是一个 你不会被厂商剥削 比如说韩国有三星硬盘 日本有东芝 那么欧美可能有WD 西杰这些硬盘厂商 他们卖给你一个硬盘 最多赚你5%的毛利 你永远不用担心被它剥削 在挖矿之前 我们知道的是需要去通过 CPU GPU去计算哈希 把它存到硬盘里 那么每一个硬盘需要一段时间去存数据存满 存满了以后你就可以去挖矿了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批盘的过程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制造矿机的过程 通过开源的代码去制造矿机 那么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制造矿机 而不是像比特大陆这样去垄断集团制造矿机 把矿机的制造权释放给每一个人 所以说大家又可以公平地获得硬盘 又不顾及电力 所以说这个生态是为什么增长这么快的原因 所以说整个生态跟2012年的比特币非常的相似 那个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大概也就在百来块钱人民币左右 投入的算里那时候是用显卡的GPU来挖矿的比特币 但是全球的显卡大概那时候 只有几千万人民币在挖比特币 所以说它的基础比比特币 2012年的比特币更好 但它的价格跟2012年的比特币差不多 所以今天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让大家时光倒流 回到2012年参与一个全新的赛道 在中国我讲了两年的POC共识了 那时候BHD这些项目都还没有出现 因为我们是矿池 所以我们很关注这生态 那么这两年通过分享我的这种直播演讲 很多朋友关注这生态以后 在BHD这种项目上线以后 他们第一时间投资进去 不管是挖矿还是投资数字货币 他们都赚到了非常多的钱 有很多朋友赚到了几千万 就半年时间 这个问题非常好 BHD它的发行量也是两千一百万个 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它也是四年减半 因为它是去年才上线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它第一次减半周期都没来临 它只挖出了大概三四百万枚数字货币 剩下大概还有一千七百万枚没有挖出来 今天比特币是已经挖出一千七百万枚 剩下只有三四百万枚可以挖了 现在进入这个生态 还是非常早期的生态可以挖到很多数字货币 但是BHD的挖矿又有很大的一个创新 创新在哪里呢 第一比特币的挖矿 它的大部分的比特币的成本是由电力资源构成的 电力资源可能占了一个比特币成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那么在POC生态里 第一硬盘的保值非常的高 一个硬盘运行一年以后 它的保值率可能还百分之七八十 它不像矿机一样可能会跌得一分钱都不止 它又不耗电 所以说它的生产的成本在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POC的共识里面 它有一套非常独特的经济模型 矿工的投入 它只能拿到百分之三十的收益 这百分之三十的收益 对矿工已经非常友好了 因为它一年时间就可以回本 同时它又在家里就可以挖矿 对吧 它的门槛非常的低 硬盘又保值 所以它只能拿百分之三十 那么很多矿工会去 想办法获得百分百的收入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POC的共识里面 他们有个规定 写在代码里的 每增加一TB的算力 需要增加三个B 放在链上 给完成合作挖矿 这样你才有百分百的收入 那么在这生产里 B代替了电力成本 变成了生产资料 矿工需要B去 获达它的收入 然后你如果是个投资者 你不是挖矿的 对吧 你持有币 你可以跟矿工合作去挖矿 你帮他完成这些 他生产需要的币 然后他挖出来的币 他分一半给你 这个模式是 staking这个模式吗 no 是写在共识机制 写在公链里的 写在协议里的 我明天如果不想跟你挖矿了 我随时可以 给你解除合作 把币卖掉 没有任何能限制你 强制你 就是你如果没有三个TB 你的收入只有30% 如果你有一T容量 如果你有三个币 在链上 你的收入就是百分百 属于CPOC这个部分的吗 yes 是CPOC独创的一个经济模型 那么矿工也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只有30%收入 通过跟你合作以后 他分你一半以后呢 他还有50%的收入 他提高了20%的收入 所以矿工非常乐意跟你合作 那么有些矿工他非常有钱 他会自己买币去抵押 百分百度给自己 矿工需要币去做生产 投资者会把币 相当于租给矿工去生产 那么币还在投资者自己手里 因为他是 矿工只要把挖矿的地址 给你你授权给他就行了 币永远在你这里 你币并不是交给矿工的 所以你非常的安全 你的年化收入可以达到 40%到50% 是矿工挖出的币给你 所以这个投资非常的稳健 但是今天你持有一个比特币 它是不会给你更多比特币的 因为在POW的挖矿 矿工过得非常的难受 你如果债药它的比特币 它是不可能给你的 那么这个 每一T三个币 并不是固定的 它是一个动态调节的人 随着算力越高 它需要的币会越慢慢地降下来 这样的话 它就起到了一个加速过程 可能两年时间 就能走完比特币10年的道路 CPU来计算 CPU到DPU到20个矿机 它通过计算去获得打爆权 是一种计算 所以说它没办法 只能做20个矿机 但是硬盘它是用容量来做的 容量永远无法被做成20个芯片 因为做成芯片的代价非常的高 同时功耗非常的大 因为机械硬盘不管它容量多少 它里面就是一个电动机在转 它的功耗都只有5瓦 我再说一句 就是这个是我们在这行业 这么多年来的理解 我们发现硬盘是真正可以抵抗20个矿机的 最后的一种挖矿方式 是这样子的 硬盘是一个非常保值的东西 比如说五年前的3T的硬盘 到今天你一样可以拿来挖矿 因为硬盘的到今天为止 主流的硬盘大概在8T左右 你会发现这五年时间 它的容量才翻了一倍 那么在未来会出现50T的硬盘 机械硬盘 那么它的算力确实会增加更快 但是它的功耗还是5瓦 因为还是一个电动机在里面转 也就是说它的算力增长 它不会像矿机一样 传统的阿斯科矿机 你的不管你的工艺再先进 你的算力越大 它的功耗毕竟是越大的 但在硬盘里面 它的功耗永远都是个电机在转 它的功耗不会随着算力增大而增大 18年第四季度 18年第四个季度 全球的硬盘出货量是8000万块 今天BHD虽然有三个亿人民币在挖 但是我们折算下来 大概在15万块硬盘在挖 15万个硬盘 对 那么每个季度全球的出货量是8000万块硬盘 所以你永远都不用担心 因为你去买硬盘导致硬盘涨价 因为这个体量跟其比起来还是非常的小 当然在矿机里面 在比特币数字货币里面 在数字货币里面 它已经是非常大的体量了 已经仅次于跟莱特币已经是一样的等级 挖矿等级了 再过几年我们相信 PHD会成为仅次于比特币的第二大挖矿比重 可以说什么通告的话 可以说什么样的话 OK 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图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手机里面 这位大家应该多认识 奥本聪 奥本聪 BSV奥本聪 这是我 这是我 镜头看一下 奥本聪 这是我 OK 这是我在 今年三月份 跟他 聊了一个下午 当时我给他一个建议 我说 你做一个BSV的分叉 如果你再用 ASK矿机来挖矿 没有任何意义 你应该用POC来做 但是他没有听取我的状况 所以说 如果我回到2008年 跟周本聪 说一句话 那我会告诉他 你应该使用 更好的POC协议来发行 比特币 因为他才能做到真正的 你白不疏离的构想 人论一票 足够的去中心化 足够的公平 足够可以真正的公开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相信区块链是因为我们相信 开源代码 相信共识机制 比中本聪的伟大在于 不是 比特币的伟大在于中本聪的消失 对吧 今天如果一个区块链项目 需要一个名人去背书 那它毕竟是一个不好的项目 同样的BHD团队也是匿名的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做的 我也只是步道者之一 你先讲 那么BHD实际上 现在是不分开源了 给现在已经上线的交易所 对他们都是开源的 他只是没有对公众开源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国外社区 他们都希望暂时不要开源 等上了真正的很大的交易所 以后再开源 等算力到一定的壁垒以后 因为为什么 不然会出现很多分差币 就像比特币一样 有可能会出现BHD SV BHD CH 就像比特币一样 分差币会出现很多 这是社区不希望的事情 所以开源 对公众开源需要 在今年内我相信一定会开源 那据我了解 BHD的原代码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比特币的代码 加POC共识的代码 再加上C POC的那个经济模型的代码 三部分构成的 因为作为一个数字货币来讲 它最重要的是稳定 比如说比特币的代码 就是足够安全 足够稳定 足够简单 所以这么多年 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同样的 BHD代码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 我们都很清楚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 而且BHD的代码 据我了解 已经通过非常多的代码审计公司审计过 比如说国内的漫物 中国的一个叫漫物的公司 都是审计过的 我来补充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POC的未来 你可以先跟主持人说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梦想 起源于我们要很清楚 第一个通过去挖矿 获得的数字货币 所有的全球的国家 政府都是没有意见的 比如说比特币 但是你通过ICU IU去发行数字货币 每个国家的法律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你这是空气币 在传统的POW挖矿里面 所有的币都有各自的算法体系 比如说比特币 比如说莱特币 每一套数字货币的发行 都消耗了巨大的矿机资源 和巨大的电力资源 去维护它的安全 如果每一套数字货币 都有一套这样的标准 我们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 如果有一个数字货币 它也想用POW挖矿 比如说它的市值非常的便宜 因为一开始它只有几百万 几千万的市值 它如果想用比特币的矿机 或者莱特币的矿机 或者显卡矿机来挖的时候 它是非常不安全的 因为马上就会被百分之五十亿攻击 那么它只有 在它的市值到几十亿的时候 也许有矿机小船愿意为它开发 然后又搞出一套新的 新的二十个矿机出来 又走老路 那么如果它在POWC生态区 发现数字货币 无论它的市值多少 就算它只有一百万的市值 它也可以瞬间获得三个亿的硬盘 支撑它的安全 因为POWC是一个分布式的全球的数据库 哈希数据库 随机数数据库构成的 对 比如说BHD是五分钟初快 那么另外一种数字货币 它可以在四分五十秒初快 别的可以在三分钟初快 大家设好隔离好不同的初快时间 大家就可以共享三个亿的 或者未来十个亿的硬盘组成的庞大的数据户 保证它的安全 而不管它的BHD市值的多少 没有人可以攻击它 它非常的安全 它就解决了所有的 想通过挖矿产生数字货币的痛点 不是什么这样 就是大家都可以获得同样的安全登记 PoT共识是一个共享共识 就像公共汽车一样 一个共识解决了所有的PoW挖矿的问题 在这个公共汽车上 未来有非常多数字货币 大家同样使用这个硬盘构成的数据库来挖矿 第二个梦想是 我们都知道USDT是最差的稳定币货选择 因为它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发行的 它承诺它每发行一个USDT 它存入一个美金美元到银行去 一毛定 但是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存了多少钱进去 包括上个月就出事了 经审计它没有它造假了 其实做生产数字货币的矿机 是可以作为链上资产来证明的 因为你的算力是被共识机制证明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比特币矿机由于暴涨暴跌 它是不能干这个事情的 但是硬盘它非常的稳定价格 那么未来到算力1万P的时候 那么BHD就用户在链上的硬盘的容量来锚定来做 每个人都可以发行数字货币 稳定币 这个稳定币是基于我的容量 在链上的收益来抵押的 这个事情是一个可以做到的事情 区块链能做到的事情 我再讲一遍 那么就是说 在未来当算力打到1万P的时候 可以基于这些算力去发行稳定币 因为硬盘的容量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硬盘非常的保值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基于你的矿机是可以发行数字货币的 但是阿斯克矿机暴涨暴跌 它不能干这个事情 只有硬盘它可以做这个事情 BHD是更好协议的比特币 我希望韩国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我的分享 进入这个传新的赛道 让大家都有机会回到2012年 重新获得数字货币里面投资的成就感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